嗯 呀姐 你又吃生蠔了 你家生蠔有这么肥吗 哥啊 你是不相信啊 来跟你现场检测检测啊 看一下啊 这就给你们发货的生蠔 这样的生蠔一斤撑三只左右啊 冷水下锅 水开最多两分钟 煮出来的话都是这样的大排胖子啊 配点这个灵魂的小蘸料啊 太鲜了啊 嗯 什么季节 吃什么呀海鲜 又到了吃生蠔的季节了 就这回度啊 这样的生蠔一斤撑三只左右啊 冷水下锅煮 水开最多两分钟 一定不要煮老了啊 配上点蒜蓉的小蘸料又鲜又嫩啊 胀肥的生蠔想吃吗 嗯 嗯 太鲜了啊 这就给你们发货的生蠔 这样的生蠔一斤撑三只左右啊 想吃这么肥美的生蠔吗 冷水下锅煮啊 水开最多两分钟 来上点蒜蓉的小蘸料啊 又鲜又嫩 想吃吗 真有一个地方不能吃啊 我来解说一下 生蠔肚子里面 这是胃消化的天然藻类啊 这是生蠔的碧盒鸡 它会有点塞牙 这是生蠔的肺月 过滤脏东西的 也不能吃 其实在我们海边 除了壳整个大盒都是可以吃的啊 来上点蒜蓉的小蘸料 嗯 太鲜了啊 看一下啊 就这个肥度啊